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怎么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来消除我们内心中的启示呢 就是从个人开始啊 除了教育之外觉得那个立法有用吗 我是觉得当然立法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但是呢我倒是觉得比如说NUCC有提议说要通过National Harmony Act 那么虽然有很多人他批评那个怎么讲 法案不够好 但是呢我是觉得 就是你讲的是那个国家和谐法案 对 国家和谐法案 但是呢其实我是相信说这种的法律也是需要的 因为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法律呢 大体上就是说它set a norm 就是说有一个标准规格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虽然说这个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呢 但是我觉得establish那个norm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在马来西亚有时候呢 种族歧视不一定就人家就会批评 如果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报导 甚至有些人说racism is sometimes acceptable 所以就是说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呢 racism 是一个很ambiguous term 有时候有些人甚至觉得racism是好也是有好它好的地方 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这种law呢 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有法律的话 是要控制自由言论 要限制自由言论 限制那个言论自由 所以呢其实就是说你要限制到哪里 就是说要有一个限度嘛 那么限度在哪里呢 那么那个法案它的提议是说 你的原型举止不可以inside harm to others 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比如说 就是说有些言论呢 虽然说并不是很正面的 但是你也是允许发表这种言论 但是就是说它要set a norm 就是说你们可以发表这种言论 但是呢你们到这边为止 那么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 就是要有一个限制 那么如果我们全部都接受这个限制呢 我相信我们是one step forward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全部的种族问题 都能够解决掉了 嗯 是 不过就是最起码它可以 可以让那个种族关系 可以有比较明确的 可以比较没有这么危险 是不是动不动就很容易有人踩过线了 对不对 对对 嗯 ok 可是有会不会觉得其实是立法 只是有人认为说我只是给你害怕而已 可是我心里面呢 我其实还是在启示你呢 我还是可能觉得印度人是这个样子 马来人是这个样子 我还是对他们有偏见的 其实我觉得偏见我们知道到处都有啦 到处都有啊 ok 每个种族都有啊 ok 每个种族都有啊 ok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西方国家 跟我们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就是 就是在那边呢如果你有这种种族歧视的啊 怎么讲啊 action啊 嗯 那么是啊有一个 consensus是说 这个不是一个 acceptable behavior啦 嗯嗯 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呢我是觉得我们呃 我们呃 需要做一些比较积极的step 做一些比较积极的行动 或者其他的步骤来 因为我们现在是ICT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很难去控制 人家的言论 其实比较重要是一种教育性 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言论自由 但是言论自由的限度在哪里 但是是不是应该要教育听的人 而不是要教育讲的人 两边都有 就像你刚才说的 如果看的人没有特别的看法 就觉得是OK的 所以教育大众 听的人可以不要把它当成这么敏感 不是不要把它当成那么敏感 不过就把它当作一个教训 所以你自己不要犯那种错误 你自己又不要人家骂你又骂 所以不要把东西一起混为一谈 因为这样会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嗯 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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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